好的 那待會就是我們今天演出的最後一組 那因為今天是31號嘛 那其實 哎呦 保佑保佑 那今天其實是我們有一個特別的身份的員工的最後一天上班日 那就是我們專案的實習生們 歡迎貝貝跟姆姆 好 那我們鐵花村除了做我們現場的表演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專案組 專案組他們會專門在做的計畫就是音樂人才培訓 或者是寫一些企劃是做跟老歌手啊 或是專輯相關的 那他們的工作非常辛苦 因為除了要寫計畫之外 他們還要現場去執行 那很開心這個兩個月有貝貝跟姆姆陪我們一起度過 那今天他們有點就是算什麼成果展嗎 就是如果在鐵花村兩個月會變什麼樣子 哈哈哈哈 好 那再次給他們熱情的掌聲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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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實習生們 我是貝貝 可以叫我貝貝就好 我是小元 可以叫我姆姆 對 然後今天我們要嘗試一個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我們等一下要講open mind 就是我們等一下要講一個就是有關於鐵花村的一些 我們對於鐵花村的一些故事 大家就是可以盡量看我的表演 然後給一點反應 耶 兩個月來的故事 兩個對不對 好 大家知道鐵花村是什麼地方嗎 什麼地方啊 鐵花村是一個就是充滿音樂的地方 然後像剛剛大家有看到這麼多組的表演者 就大家就知道鐵花村是一個非常多才多藝 然後有很多有才華的人都會在這邊的地方 嗯 那其實在鐵花村不只有這些表演者有這麼有才華 這麼有才華 那其實我們所有的員工每一個人都有都有才華 你說山龍活虎嗎 對啊 就是大家都是非常的臥虎長龍啦 對 那等一下我們就直接 嗯 就用說的好像大家也不知道他們到底是怎樣的人 那不然我等一下就演給大家看好了 那就進入我們的 你也要爆開 你也要爆開 第一題喔 好 那我直接第一題先來囉 你開始了嗎 你開始演了嗎 好 嗯 因為他都不講話 所以我猜 他現在演的可能是鐵花村的狗狗們 是Rookie 好 謝謝Rookie 第二個第二個 直接來 你開始了嗎 你有換嗎 那 我覺得這個應該也是節目組的同仁 那我猜應該是Dello哥 是小白 原來是一隻狗 那第三個 好 我覺得有聲音應該我猜也是節目組的第三位 那應該是阿滴 錯 是阿丹 大家有看阿丹嗎 阿丹這邊都這樣 他就這樣走 對 好 是狗是狗 那其實 其實節目組呢 是一個非常辛苦的工作 大家其實 平常看大家都這麼不苟言笑 但其實我們的PA大哥 我們的Dello哥 還有在負責幫我們 塞場地 塞道具的這些節目組的同仁們 都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那他們不講話其實不是很兇 只是因為很忙 而且這些器材都很貴 如果大家摔到碰到的話 就要賠很多錢的 對 那 謝謝大家 謝謝節目組 在這段時間對我們的幫助 還有讓我們呈現這麼好的舞台 和大家可以看到這種棒的場地這樣子 嗯 那說到表演 其實我突然有點想唱歌耶 你現在是想唱歌了 對我突然有點想唱歌 好那你趕快演 我演一個人猜一下 好好好 有一個女孩 她的名字 叫做爸媽 好這一定是我們鐵花女神 喇娃姐了 對就是我們的喇娃姐 對 那我們也恭喜 耶 喇娃姐 我們恭喜喇娃姐 在今年的原創流行音樂大賽 獲得克語組的 呃佳座 佳座 對在我心目中是冠軍 對 然後 她就是我們克家人的驕傲 我相信她不是新組的太亞族嗎 沒有 對 但是她是我們克語組的驕傲 對 那 嗯 我覺得就是在鐵花村 其實 不管任何的語言 和任何的種族 在這邊就非常的多元 融入了非常多的族別啊 還有各種的人 那 嗯其實還有一個人 她的名字非常的國際化 真的假的 就是在我們這個鐵花村裡面 我覺得她的名字真的是 我每次看到她都要講 Bonjour 怎麼有法國人 對對對 她的名字就叫做 Chartinach 你再講一次 對 就是 Chartinach 我怎麼不知道有這個人的存在 對 就是我們最漂亮最可愛的 水水姐姐就是我們的主持人 還有另外一個藝名 就叫做 Chartinach 就是她的孝順也蠻異國風情的 她的孝順也是非常特別的 對 謝謝我們的水水主持人 她其實也很辛苦 對 那我再學一個 我再學一個 好 欸 這個我知道 因為我好像看到桂林跑過來了 所以應該是她的主人 應該是嘎令姐 沒有 是松鼠 對 其實在鐵花村呢 不只有狗狗 你有時候也會看到 有些松鼠在樹上爬 在那邊跳啊 然後還有一些貓咪 大家不要嚇到 就是在這邊是非常多生態 還有台東也是一個 非常非常愛好大自然的一個地方 所以大家看到的時候 就不要 不要去驚動他們 然後可以跟他們玩 但是不要傷害到他們 嗯 那 嗯 說到動物好了 其實我們鐵花村還有一個 一個很特別的動物 有其他動物嗎 對對對 我再演一下給他 好你演你演 大媽會反後 大媽嗎 是寫和泉嗎 但不是囉 就是我們的海龜 就是我們剛才幫我們 巧樂器的海龜 還是很辛苦 這兩個月來 她都是負責我們所有的樂器 和所有的場地 和setting的部分 然後沒有她 也不會有這麼優質的舞台 和演出這樣子 嗯 那說到樂器和setting的部分 我們今天好像沒有什麼樂器 對啊 那我問你 問一個問題喔 你會彈吉他嗎 我不會彈吉他 你會彈鋼琴嗎 我也不會彈鋼琴 那 你會吹消嗎 什麼 你會吹消嗎 你在模仿市民嗎 對 市民 其實就是我們營業組的組長 大家現在坐的位置 還有大家就是 現在有這麼 每一次來鐵花村 都有不同的 有時候是大舞台 或是小舞台 那其實這些東西 其實是我們市民的 市民的範疇 那他就會負責幫大家 去塞這些椅子 讓大家有很舒適的 觀影空間這樣子 那 其實剛剛那個是 我來這邊第一天的時候 他就突然問我們說 你會吹消嗎 對 我覺得 你是個很特別的人呢 那 其實講到 口頭禪 在鐵花村每一個人 都有一些很特別的口頭禪 像 你知道寶可夢吧 寶可夢每一隻 每一隻寶可夢都有自己的叫聲 你知道閃電鳥怎麼叫嗎 怎麼叫 閃電 閃電 那你看過書馬寶貝嗎 你知道雅古獸怎麼叫嗎 雅古獸怎麼叫 太一 太一 那你知道小滿姐怎麼叫嗎 都知道好餓喔 現在要叫什麼詞 沒錯 這時候我們二春班都是有傳說 就是每次到了晚餐時刻 都會聽到小滿姐這麼說 就是好餓喔 對 那既然講到食物 其實還有一個人的口頭禪 非常特別 煎包咧 跟煎包咧 煎包咧 我知道我知道 就是男人系的媽媽 應該就是銀針姐了 對就是我們的銀針姐啦 銀針姐是 就像我覺得在鐵花村 是一個像媽媽一樣的存在 他就會負責我們所有的 我位子太亂 他會唸我啊 或是我換衣服 不然丟在他桌上 他就會幫我很生氣的整理 但是 但是他是愛之生責之切嘛 所以對我來說 他就像我的媽媽一樣 我媽媽今天有來 他現在在台下看這樣 嗯 然後 其實還有一些很特別的叫聲 好你說 寶貝寶貝寶貝 口罩 寶貝寶貝寶貝 我知道這個 因為我這樣才被提醒 他就是我們吧台的竹竹 對就是我們的竹竹 他其實 是 就是我們吧台的吧台長 然後大家如果口渴了 或想喝什麼飲料 都可以去找他點 就是歡迎大家多點一點飲料 然後喝喝看竹竹的調酒 其實都蠻好喝的 嗯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叫聲 大家都很特別嘛 那他的是特別大聲 好 小白 小白 阿蛋過來 過來 過來阿蛋 你知道誰嗎 好我知道 是我們鐵花最美的訓獸師 韋婷姐 對就是我們的韋婷姐 那大家有看到旁邊有那個鐵花好店跟木空間嗎 那個地方其實就是我們韋婷姐主要負責的部分 那大家如果有需要買祭奠品阿或是一些專輯阿 就是大家可以去那邊參考一下 就是我們鐵花生在賣的東西 那其實我們在這段時間裡面 認識了這麼多的工作夥伴 然後我們還有認識了 除了他們之外 還有一個幾個妹妹 嗯妹妹們 對對對像是上恩阿或是恩恩阿 就是我的新朋友 喔對就是 可是上次好像看你們在那邊跳抖音對不對 你說哪一首哪一首 抖音 抖音嘛 就是好像看你們在跳那首歌 老師音樂 抖音有趣的人都在這 有才華人都在鐵花春 謝謝大家 嘿 好這只是我們節目的前面啦 AirOS 我們的行程 還是要鎮驚一下嗎 這是我想試試看的東西 然後接下來就是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我們沒有感謝到的人 然後那我一次把所有人都念出來好了 你唱了一次 對 就像謝謝我們的市民 韋庭 又竹 還有老話 嘎鈞 水水 千語姐 大大哥 小滿姐 林真姐 凱翔 益星 阿力 西瓜 文藥 海歸 還有佑勳哥 然後還有魯吉 還有阿迪 德樓哥 傑仁哥 黃醫師 發歌 天語 魏龍 史馬里奧 還有小A和陳薇 對 就是這些人就是在我們 這兩個月以來就是非常照顧我們 然後就是 我覺得 收後蠻多的